欢迎回来第一转的频道 那是4月4号的凌晨2点14分 我先刚剪完这支 还到Vlog 然后发现Holy f**k 有一些开头的部分的影片是不见了吼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录一下 总而言之就是有一天 我跟我妈凌晨三四点在看爱的破价的时候 我换一天想要滑阿高达 滑一滑之后又看到台南的住宿 我就想说 哦天哪你想要南下去玩呢 然后又有其他地方想要去玩 那不如我们就换到一下吧 这就是这个旅程的起点 好的无论如何 我们解决完直景品开头了 呜呜休息咯 跟进一集掌 开始换到吧 321 go 我刚刚找不到要去哪里买这个车票 然后我超紧张 我还想说该不会干 该不会售票庭8点才开办 但是我还是买到了 事实证明售票庭的人员 真的非常的勤劳 我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那么早就来上班 我刚刚发现好险我有带脚架来 不然到底是要怎么拍照 我刚把它转移到我书包的 捡一个地方 看但是确实实是尺力超高的 我刚最近你刚才有拍照 然后 我看起来超快 最近很久没有看到水面借过那么少的车票 大概5年吧 一看宜蘭之后 我前往嘉兴冰果店 出站之后走在路上 比如说是个圆楼 我唯一借到最接近生物的物体 是一只很死路上央的密歧 所以我以为那间店应该没多少人 结果那里 OH SHIT 他们都会放下 目测还要再等半小时 我以为外带会快一点 但好像没有 天呐 这就是人家的夜 那什么也阻挡不了我的野餐 那天还有来袭 但我还要去风超大的海边野餐 我就倔啊 死不会的天气改行程 所以即使海风大刀路人全都在哀哀叫 我也坚定地坐在海底旁的椅子上吃饭 同时用四件上衣和两件裤子加上毛帽 把自己包成鸡包暖的包暖指数 100米千米包包心态 一二三 路边update一下 饭吃不完 然后一个大悲剧 这是我跑去跟那群叔叔聊天的时候 一圈风吹过来把我的相机砸烂了 不可能接下来六天的影片都会是用手机拍的 然后 这是另外一个好消息是 我今天住的亲女的那个老板好像刚好懂相机 所以我想要问他一下 他从来不真的问难过你知道吗 浩敏的观众们你们猜怎么着 没有错第一天晚上的素材也不见咯 所以呢将由我来口述 那天晚上的总结 总结就是镜头就不回来了 所以我们后面的影片都会是用手机拍的 但其实那天还是有发生一些趣事 所以我会把那些资讯补充在资讯栏里面 现在让我们回到Vlog的第二天部分 但是这是怎样 为什么要在鸭子上面加兔 好的我太晚到了 公圈没有位置 所以我们行程直接改为 区盘节日 我想要去中华街那边看一下 现在是9点半 然后大部分的店好像是10点11点才开 我相信应该是 应该是不至于我吃不到吧 这样子我应该是找到了吧 是不是每个刚刚去的夜市 或者老街都会挂热灯 我怎么印象中好像在板桥那边 好像也有看过一样的东西 刚刚公车走到一半 不痛你知道吗 正在寻找厕所当中 吃冰 我买了大豆口味的泡泡饼 它是桂圆的 其实意外的还不错吃 我觉得它的大豆 里面是有一点奶味在 不是纯大豆味 我现在还在想那个 那个大豆冰淇 真的很好吃欸 我会想我要不要去吃第二碗 但是我应该吃不完所以还算 我只要把它 天啊那真的 哇那真的很好吃欸 又去包车了一次 我还想坐区间车会不会完全没有 结果 看起来是两天 都是非常的天晃 然后就直接从台东回到零 聊到一半的时候 在聊台东的风景 因为刚好遇到停比较久的站 他们就建议我先下车看看风景 但我怕被丢包 结果最后是车长还有开车的司机 还陪我一起下来 下车看风景 人超好的 下来看车好多喔 今天才自己拍公司照啊 我们现在没有刚刚列车了 好 我有我拍了 下班了 哈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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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坐区间车 还可以 获得跟司机还有车长聊天的机会 他们很好聊欸 而且那个车长刚刚好是在池上待很久的 我点的这个是胡麻酱加豆 那上面还有点点点香 吃胡麻酱配豆腐 是好吃的 谢谢你雪茅车长 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都是一片 是一个大家非常久在拍酒的地方 包含我 我可是把三脚架都带来了 我现在在小路没有出电动车 我等一下回去我一定超痛苦 我整路都是下坡欸 这在乱我等你回去的时候要骑 大概半小时的上坡 笑死 脚直接废掉 风雨欲来 吹涛 黑衣 拉波湖 还有300兆之小黑衣 我直接反思了 虽然我有噴访问液 但是那个访问液 全天懒的 我不太确定它到底有没有效 画面黑到根本看不出来 但我那时候在吃池上便当当晚餐 我現在在Kurujan的某個邊角 因為我想要一邊看星星一邊吃飯 我真的拍不出來 但是肉眼看也有很多顆星星 把我的心裡放一隻 你知道我剛剛腦中有跑出一個想法是會不會有那種搶廢 然後把我的包包直接搶著 但我後來想想我不好想不怕你知道嗎 我其實不太相信有人可以拖著他跑步 我就剛是拿著他然後手腳沒有斷掉 就已經算是一種對於骨骼健康的讚賞 好累喔 我天啊這裡超級像 阿嬤家可是路燈比較多的版本 如果可以再加上一點羊扁扁或牛扁扁的味道就更到位 第三天因為早上什麼軌道還沒開 所以吃完早餐之後 跑去看了三個小學的海味 大概一杯前一天飲客沒有買到的紅茶加奶 應該加珍珍就讓我 比較好會睡了大概半個小時的午覺 有個爽的 今天天氣好到又很誇張 一片雲都沒有 完全 只有一粒太陽 這是我目前為止安排過最好的一個旅程 我沒有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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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前往高雄 但到達之前要先坐大概六萬小時左右的車 所以這個環節我們會需要一個健康的腰部 還有大概四五集左右的Netflix 前往自強夜市 前往自強夜市 逆時結束 逆時結束 有用手機 你這個是 他會收拾 不會 不會 第四天 這天在上柏晚沒有吃完的壽司要去爬山 今天看到同輩的人在上課 幫我在這邊走 有點生氣的感覺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神奇的點是 他們是不是 沒有圍籬啊 那個綠植是他們的圍籬嗎 這樣要翹腿也太方便了吧 我有感受到這裡的猴子真的很多 我覺得那些 來爬山的伯伯阿姨應該體力比我好 超多伯 剛爬完那個什麼 就是最入口那個步道 我就是全都不行 秀山的猴子很多 多且兇 把原類當成果樹一樣再加一彩 只要你敢在他們面前拿出你的食物 就等於被搶劫吧 天正的孩子 所以我吃早餐的時候 去躲在廢墟旁邊的空地吃了 那裡看起來已經一個月沒有生物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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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看到我走這個路 她已經差不多了 我剛剛想說為什麼告知牌倉寫說 200多公尺要走8分鐘 原來 是這樣啊 我現在都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辦法 一人看出那個路 這裡啦 是這裡 這樣 然後 越過那個石後面有一個彎路 然後再往上走 我感覺我幫自己上一堂體育課 我希望快到了 拜託 歷經一個小時不間斷的爬坡還有迷路 還有在路途的中間一邊喘息一邊思考自己要不要放棄 之後 最後 靠著跟著身為登山前輩的阿公阿嬤一起走 最後還是成功抵達盤隆了 Yeah 等一下過去啦 大家一直往下走就ok 對啊 動物園往下走就是沒有多遠就是駁二人 好 就沿沉漆了阿 好我等一下可以開始走 謝謝 掰掰 然後回程路上請剛聊天認識的人幫我拍了幾張照片 並久間感受到我的臉皮厚度和我的旅遊天數差不多是成正比的 剛剛下山路上遇到一個美筆再跟大家聊天 這都是公平吃話超苦的 然後多聊很多心心靈的話 然後下山之後他也順便吃我吃了超香的東西 好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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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電了一個香酒麵包可以吃 手機先吃 剛剛發現我覺得我來不餓根本就是來吃飯的 有夠飽 剛剛喝完最後一口薰衣草茶的時候 有一種快吐出來的感覺 這幾個小時我已經吃了一個三明治 一杯奶茶 一杯薰衣草茶 一杯薑母茶 然後鳳梨酥 然後烏龍茶 等一下七根的甜度也太漂亮了吧 看看這個花 看看這個花 感覺其實人蠻少人 以觀光技來說 那件事沒解釋瓶子 好可愛 拍劇永美都這樣 漂亮 然後這裡 摘一瓶橡皮 其實有種越夜越美麗的趨勢 就它日落之後天空的漸層更明顯 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漸層 這樣下來 各位兄弟姊妹帶你們的伴侶來好不好 這間車跑景點還有玩極限設施 Wii 剛出火車站的時候 有個熱情的北北在拉計程車的客人 BUT 笑死 走路十分鐘以內可以到的地方 我是不可能自己拉計程車過去的 我的小資金整沸騰 之後我一邊聽KPOP的快歌 一邊拖著大約十公斤的行李徒步走到的園區 1點半才開 BUT 那我們現在是要幹嘛 我覺得他們那個時刻安排的也去蠻好的 就是表演完 然後你也不能幹嘛 你也只能去吃飯 然後就可以引流到餐飲區 咱們現在先去客戶景點拍照好了 大家好像都要去吃飯了 我直接吃一個甘蔗冰蠅就當我午餐了 觀眾今天 晚上要去過滑雞 晚上要大師廁吃 都來台南了 不吃是不行的 不吃是不行的 快可死了 帶頭給我點水 我媽都這樣 靠近靠近點 靠近點 我阿嬤也是 嗯 來插一個絲巾可以掛在這邊 我覺得他們的經營團隊一定很用心 我覺得他們的經營團隊一定很用心 我記得我大概四五年前過小孩的時候 所以我全部長這樣 絕對不是長這樣的 設施開放之後立刻就去完了 雖然沒有側拍到本人 但是我的生意也沒有存在感的啦 哦哦哦哦哦 你看寻坐這個 剛剛玩了兩趟 飛鎖跟高豪談笑 還有什麼 璇環 球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好極限活動的東西 我想吃 這個用滑梯椅子是很好耶 但是超累 又爬到這裡 我爬上去超喘 然後那個姊姊 那個姊姊跟我說什麼的 腳腳踏進去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 車座椅子 好 我覺得這個遊戲它累一點 不是你會叫的很累 是 跑梯椅很累 你都要先爬大概三四層了 我今天大概爬二十層左右 杏仁蛋黃冰淇淋 那天晚上和以前的同學的 網上認識的人的好朋友 約了見面 對 關係超遠 但是是聊得來的朋友 不過我錯背一班火車 所以最後check-in完之後 我是從安平均騎腳踏車 然後抱騎二十分鐘到國花街 才勉強沒有吃到太久 這是我們利陪的位子 我們剛剛借到的麵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買的那個 廢皮薯條 跟浩哥 來了 錄影錄影 Yeah 我們點了 我不知道這叫什麼餅 你是不是 它叫做隱藏版的餅 我要來側路 我要來側路 這個床比我房間的床還要大 現在看不清楚啊 但是如果是白天的話 應該還可以看到河 今天去走一個隨便拿著風梗 我今天根本就沒有拍心情 我想說等一下看心情要去哪一圈呢 想去吃國小飲麵 我們去那個 純岩方 純岩方 我們去那個 純岩方 我覺得 終身戰 我感覺 來到了美食的一級戰區 但我現在竟然飽到什麼都去不下 我們現在在找一家 叫做 香蘭男子 一百天之類的 一家店 然後呢 我已經在這裡底下 繞了大概五圈 我現在 我感覺我在玩中米倉 你知道嗎 剛剛樓下的伯伯 看我在那邊 牛盪許久 然後他直接問我說 是不是在找香蘭 然後他才告訴我 香蘭要走上一個樓梯才能撞到 現在 你知道我現在走上回去之後 我還是找不到 你知道嗎 我現在 樓上開始這樣住在去 所以我現在有一種 最好心誤入人家家裡的一種罪惡感 但這裡卻是 最可惜了 其實跑去零百貨逛了一下 還買了第二杯小瑤 帶著飲料去逛文創園區 順便在文創小店裡面噴了錢 有水漿第二part 去逛了神農街 漂亮 但沒什麼好買的 所以就跑去寶安牧買了一碗 蛙粿還有鱷魚意麵 我以為自己根本就吃不完 要當隔天早餐的 結果當晚就 都完事了 我的胃靈我都害怕呢 台中火車站的吃烏龜 給我點滿 笑死 塞都塞不下 所以我剛剛來問那個 雞放雞車的地方 可不可以放行 妹妹只說五十塊 可可 快二十歲出站之後 光速去吃飯 之後去逛公園 可爆炸美的 那個地方真是so beautiful 但美兵的地方 結一堆魚人 然後看起來跟我同輩的魚 原本有幾成一團 在其中吃冰 看起來有點可憐 所以我有逃到另外一間 也可以吃冰的第四銀行 但口味多到一個 我不當不知道怎麼吃 只是一瘦一瘦很可惜 有點涉癢癢 店員天心的給了很多湯匙 但是不好意思 我會自己處理掉就完的 這是個好地方 我買了一個 玫瑰紫米茶 應該是這樣講 買了一罐茶葉 要送給親戚 我們正在前往買 楊媽媽菜包的路上 我買了500塊的菜包 幹 現在 好 我們這趟旅程就這樣結束了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喜歡的話請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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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